嗨,你好,我是超级野野SuperG 上礼拜我播出台湾的时代来了的影片 没有想到观看次数远远超过我的预测 有点吓了一跳 那么今天请大家看第二集 这个系列的主题,我再讲一遍 这个系列我要讲的是 以前觉得很差,很烂 这样的台湾的想法或者做法 过了几十年,时代转变之后 我觉得很棒,很厉害 防败为胜,能力转胜的现象 最近我发现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把这些做成一个系列性的影片介绍给大家 我想这些东西也许台湾人本身也没有发现到 所以听到之后觉得台湾原来这么厉害 可能会有这样的惊喜 那么今天的第二集我要讲的题目是数位化 为什么台湾的数位环境发达,日本不行 台日之间的状况,我们一起来对比看看 数位化 台湾的数位化很厉害 现在很多日本人也知道 我说的日本人不只是住在台湾的日本人 还包括住在日本的日本人 意思是说这个声音已经流传到日本 厉害哦 那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想原因是疫情的时候 台湾的各种措施 例如口罩分发各地药局 寄名式的追踪系统 隔离时候的控管等 这些全部用数位的技术来处理 日本人听到之后觉得台湾的数位化发达到这样的地步 应该是这样吧 然后很多日本人知道有一个人 台湾政务委员 在日本被叫为IT担当大臣 前面还加一个天才两个字 天才IT担当大臣 奥都利担 这样子 就是这个 看一下 我在疫情前有去东京 那有吃到福岛的士兵 那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好吃 而且拍一个给Q吗 你给Q吗 是在哪里学的 是跟我日本朋友说 好好吃应该怎么讲 他就跟我讲 那这个味道现在还记得吗 现在还记得 唐奉政务 我日本的家人都知道 连他们都知道 我想一般日本人都知道 那么有名 日本人看唐奉政务怎么说 好厉害 太聪明 日本也想要那样的人才等等 但我想也有人一定这么说 在日本没办法 一个年轻人当大臣 即使有本事 还是很困难 你看日本像IT这样新的领域 政治家应该知道其重要性 可是他们自己对这个陌生 所以我感觉没有那么积极的 进行政策 有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好 在日本2020年才有数位改革 单单大臣的职位 然后隔年的2021年 才设立数位厅这样的部门 数位化的速度很慢 而且被选定为数位改革 单单大臣的是 一位比我年纪大的老人家 他又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傻眼 他会不会用电脑啊 一定自己不会下载APP 我想 在日本很多政治人物对数位陌生 又不会给懂的人重要职位 我想就是在日本数位化 没有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不懂IT的人 不只是政治人物 老百姓也是 如果50岁以上的话 不懂的人应该很多 这没办法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接触过IT 没有IT也可以生活 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我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现在很辛苦 搜寻 搜寻 每天搜寻 还是不懂 需要耐心 在日本 像我这样的长辈们很多 因此在社会上 普及IT的速度也很慢 数位化发展不起来 我以前做一个影片播出 最大的人 他们不懂 觉得麻烦 不想学习 改变他们的想法很困难 应该不是他们 我们啦 我也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然也有不是这样的人 但还是很多人是这样 那么在此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不管是公家机关 还是民间的公司 为了这些不肯学习新的东西的人 原来的旧服务仍然继续做 我想做一段时间没关系 因为需要转换期 但我的感觉好像一直持续 半永远 这样的话不想学新技术的人 永远不学 新技术普及的速度很慢 那当然的 我以前想日本这种做法很好 因为关心不会的人 很亲切 弱者也可生存 可创造出好的社会 但现在有点怀疑 因为太亲切 反而阻止进步 没有给不会的人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 我常常碰到 被要求填写个人资料 其中有个项目 自己的电子信箱 而且必填 看到这个我每次觉得 如果自己没有电子信箱怎么办 有一天我问朋友 他回答 现在没有人没有信箱的了 老人家呢 他们也有啊 不一定吧 如果没有信箱的老人家的话呢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那么现在进去商店餐厅超市 在入口一定要扫描QR Code 这时候也我想 如果有人没有带手机 那怎么办 朋友说的还是一样 现在没有人没有手机的了 真的吗 我是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手机 我想老人家里面一定没有带手机的 怎么办 朋友说 没办法 自己要想办法 以前我觉得这样做法很不亲切 日本的话绝对不会这样 政府单位民间公司 他们一定会对应 日本社会多好 结果台湾的数位化发展 日本不行 我现在不在日本 感觉不到 但我觉得日本的社会比起台湾 数位化的速度慢 国家规模来看的话 我不太确定 不过老百姓的生活上 我觉得日本的数位化的速度很慢 台湾的社会 买东西送东西订东西 申请登记汇款等 很多东西已经用网路 没有手机活不下去 不会用也要用 老人家也要用 外国人也要用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自己不会用 也没有人抱怨 只能去学 我想日本的话不一样 如果有人碰到数位系统不会用 被别人说自己要想办法 很多人气死了 还有一件事 数位化设立的过程当中 常常系统出问题 虽然依照画面的指示操作 莫名其妙 为什么没有成功 有时候会很生气 但知道生气也没有用 经过这个阶段 系统越来越完整 这个也如果在日本的话 系统常常发生问题 我想大家骂死了 制作系统的人 总是不能失败 可怜 去年我有一件事情 要到日本老家附近的行政单位处理 我本来以为可以网路解决 结果没有网路服务 还要打电话到日本 他们说还是请你过来一趟 等一下 我仍在国外 现在疫情回不去 那时候觉得没有数位系统不方便 真的日本加油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业 SuperSG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